我叫艾伯拉,别人都叫我艾伯拉病毒。 1976年,我在非洲中部丛林中被人类发现。 他们怕我,我也怕他们。 原本的我,一直生存在蝙蝠的身上。 我没有害怕蝙蝠,蝙蝠也没有讨厌我。 但好景不长,猿猴和羚羊不小心将我带走。 之后又不幸地被人类宰杀。 人类就这样,痛苦地携带着我,然后再痛苦地死去。 1976年那年,刚果和苏丹共602人感染了我,死亡431人。 到了2014年,全球累计确诊疑似可能感染的人数为9216人, 死亡患者45555人。 我从不想变得如此强大。 但人类的不重视,以及错误的防护手段, 让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发展。 目前,病例数量每三周到四周就会增加一倍。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,到2014年12月, 每周可能会有5000到1万新增感染的病例。 其实要预防我一点也不难。 首先,需要得到政府的重视, 各级政府加大监管力度, 做好充足的防控准备。 其次,所有民众应该提高个人的健康素养, 越是人流密集的地方, 越要加强防患,保障好卫生质量。 我叫艾伯拉, 我从没想过要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。 我想快点过回自己曾经的日子。 真心地希望, 人类能够与自然和平相处, 希望明天不再有疾病。